就是这项飞翔文 我们要睡前念飞翔文 飞翔让我们自己的完心协助 做生我们的心态会更平静 这里可以自己免费来解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快乐华丹 快乐配偶 快乐红虾 快乐台湾 快乐联邦邦 现在时间十八点整 轻松聊时事 归邪谈政治 欢迎收听子鱼生活23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欢迎收听的今天子鱼生活234 我是朱祁琳张晓伯 我也是朱祁琳李宇珍 今天一开始要跟听众朋友 报告一下路况 虽然你现在听到的 不是高速公路顶管的 这个高工局的广告 不过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因为这个路况蛮严重的 这个路况严重到 不只会让大家塞车 还有可能会掉下去 这个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车子一定要买保险啊 轮胎要买够大的 不是啦开玩笑 不是轮胎要买够大 什么意思啊小波 对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今天高兴市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新田路 还有这个成功路的这个交叉口 也就是这个汉神本管 汉神百货的鞋对面 然后出现一个很大的大洞 在马路上 那出现大洞还不打紧 出现大洞还有的修嘛 是竟然有一台轿车的轮胎 整个掉进去 然后卡在马路上 而且听说这台车的那个品牌 是这个mini Cooper 是是是这个品牌还是蛮贵的 进口车 是啊所以今天这个因为有网友 就在路上发现说 诶快点有这台mini Cooper 它的前轮直接陷进这个马路的大洞上 然后就赶快上网打卡 然后提醒这个市民朋友 路上要小心啊 是啊这个韩市长不是说 这个路平做得很棒吗 现在只有韩总统没有韩市长 请你讲话注意一点 真的是很难过啦 韩市长的路平神话不断的在破功啊 那我也不知道说这个 我们高雄市民真的是走在路上 随时都要小心说脚架会突破一个大洞 因为最近又是蛮常下雨的啦 对因为过去 在参加时常常有人问 这个路平专案到底有没有用 是是是 我首先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说 为什么高雄会很容易有这些这个路的凹洞 是 其中有两个原因啦 第一个原因是其实高雄市算是这个 它的土质是属于沙啊 是是是 因为它是平原冲击出来的嘛 所以土质本来就比较松软 包括这个之前这个高雄的这个捷运 在去的时候 也在这个美丽岛的地方 漏水什么的 对然后有发生那个摊坊 是是是 这是第一点因为高雄是沙子 第二点是因为高雄市区的这个地下水道 其实已经很久了 所以这些管线 这些地下水道的这些管道 他们都应该要重新被盘整 所以之前 在古年这个三季之前 其实有日本的这个日本的那个探测车啊 哦是 他是来路上探测说 哎你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看柏油可能都平平的 是 然后都不知道下面原来其实有凹洞 或者是说这个有雨水 刚刚小伯说最近很多会下雨 是 雨水就会把这个沙子冲掉 甚至是管线漏水有可能 对管线漏水有可能 那有可能这个沙子冲掉之后 它的下面的地基是空的 但是就靠那个柏油在那边撑住 是是是是 所以最主要其实 路平专案它是专门佛说 哦路上有可能有凹洞 然后它的这个里面的规则是说 过去我们可能有凹洞 就比如说一个圆圆在那边直接把它补下去 补平就对了 对啊 它补个路平专案里面的规则是说 你不可以就是直接这样补 你要有一个四方 让它在结合的时候比较密 是 对但是它没有办法做这个 地下管线的 对没有办法做地下管线的这个健康检查 所以它其实后面原因非常复杂 不是一句这个我要路平就可以解决的 哦是这样哦 我一直以为路平专案可能从底下到表面全包了就对了 也没有那么 哦那个如果要全包 那个经费可能真的 因为这个是不小的工程啦 是是是 对啊 而且它这个可能这个管的单位又不一样 是 然后可能要一区一区这样子进行 难怪这个韩市长会说他要去中央才有办法救高雄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哦 诶谁知道呢 不是啊你总是地方要先规划好了 比如说好我今天发现这个假设前津区嘛 因为汉神在前津区 对对对 我发现说 诶前津区好像特别容易有这种 哦这个 坑洞啊 对坑洞啊 而且它是大洞 不是那种只是表面破破的不是 是 我就会去想说诶是不是前津区去查一下说它的地下水道大概是几年前建设的 哦 啊可能已经过很久 然后破损很严重 那我就从前津区开始慢慢逐步往其他区域这样推进 是是是 那这你要规划规划好了之后确实高雄如果没有办法来附和这样的财政你去提案你上公文向中央来请钱是这个是一个很很正常的正常的程序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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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如说不管是高雄的也好还是中央也好这些财政全部都是纳税人的钱是你总要有一个流程说你为什么要花这些钱啊你的规划是什么你的进程是怎么样是是是是是是 人家拨钱的时候才不会有疑虑说诶人民的钱你都乱花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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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没有东西啊你叫公务员给你钱啊那出事情请问是那个公务员那么衰他要扛责任吗 真的所以吼我对人家尴尬这个高雄发大财啊 哈哈哈OK这个我们刚刚余真有给我们大家一个结论然后就是高雄发大财这个蛮蛮有意思的吼我们以后就是如果有这个任何未知或未解的谜团我们就是一句高雄发大财OK 没有啦不要这样很不想讲我们还是要专业问证了成为这个电台主持 哈哈哈OK那余真以上就是我们这个跟听众朋友报告今天有一个这个类似你是路况新闻的新闻了是 那当然今天的主题其实不是这个今天主题是这个国际新闻喔那这个国际新闻其实有时候讲一讲也是蛮悲哀的啦 因為這個根據中國的媒體報導 第十一屆海峽論壇大會 這個感覺很像是什麼齊聚光明鼎的感覺 海峽論壇大會在昨天啊 他在這個福建廈門舉行 那由這個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就是大陸全國政協主席 這個名字很長 他叫做汪洋先生 那他來主導這個開幕儀式 那他在這個開幕儀式 他在這裏就說了 他說這個 兩者這邊 在這個資金啊 還是技術啊 還是這個人才方面都各具優勢 經濟互補性強啊 所以我們應該要什麼展開這種 什麼長短互補的合作 共同發展啊 那請台灣呢 你不應該要化地為勞捨盡求援 其實他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 你們台灣應該要跟中國家境合作 而不是捨盡求援去跟美國合作 因為今年這個 畢竟海峽頓潭他也是會依照當年的這個局勢來做出一些這種應對啊 是 好 那前面竟然是講到合作 其實說真的 國與國之間的合作 大家當然是如果能夠一起發展 然後為大家能夠進步的話 當然是很好 但是我就覺得後面這句話 就不太OK了 因為後面汪洋就說了 他說 兩岸同胞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和信心 任何力量都動搖不了啦 所以說這個 他認為應該要樂愛祖國 崇尚統一 維護統一的光榮傳統 始終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 那是你們中國的事啊 對我也覺得 當我們台灣的事啊 我今天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辦我們等一下在電台上 好像講完之後就會有一句關我屁事 然後我們就講完這個新聞了 因為你這個 汪洋他打到這種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他很喜歡在這種兩岸的場合上面 然後強調什麼兩岸同一啊 然後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啊 然後甚至他還說啊 他說在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基礎上 他願意跟台灣的各個黨派團體 展開深入的對話協商 一步一步的走向和平的目標哦 雨甄你有沒有 記得我們的高雄市長 是不是最近經常這樣說 他支持九二共識 他是這樣說 他說台灣人民不接受一國兩制 哦那怎樣 為什麼不接受一國兩制啊 他要怎樣 他就說 他沒有說怎樣 他只有說 他只有說台灣人民不接受一國兩制 我自己會認為說 因為過去他之前去香港的時候 他就去見中聯辦的王志明嘛 沒錯沒錯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香港的中聯辦 因為最近就是香港的反送中條例 算是差不多告一個段落啦 是 對至少這個林鄭月娥目前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說不懂嘛 不懂嘿嘿嘿 啊到這個告一個階段齁 其實在這個二月份還是五月份的時候齁 其實這一位王志明就是香港中聯辦 他其實是中國是中國那裡直接派人來的 嗯中聯辦的主任 對啊中聯辦他最主要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把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所以說王志明他之前立委婚的時候 他有在一個春會 算是這種邀請香港的這些議員來喝茶 建制派的議員來喝茶 那裡面當然有包括林鄭 他就在裡面說了這個 沒有兩地 只有一國的責任 哇 就是白名告訴你們說一國兩制已經沒有了就對了 對 所以說我們都知道說王志明 香港中聯辦的王志明他就想要把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嗎 那之前韓國語去找這個王志明是什麼意思 就表示說他接受一國一制 對啊 他出來嘛 那他現在說他不要一國兩制 對 那就是一國一制啊 因為你去香港的時候你就是去找王志明的事情 而且他那個肢體動作很明顯 譬如說他在我們高雄開火或是參加一些英國的時候 都騎腳鞋 鐵勒 沒有冷水手 對 沒有冷水 不好意思 但是他去記香港中聯辦的時候 好像這個就是正經文座 非常拘謹地坐在那個 對啊 然後這個小學生然後被處罰的時候 哇 看那個真的很難過啊 嗯嗯嗯 宇珍我覺得你突破盲場了 因為這幾天很多人聽到說韓國語 因為大家一開始都認為說韓國語會說這個一國兩制嘛 結果韓國語出來一喊說他反對一國兩制的時候 還真的不少人就想說哎呦怎麼會是這個答案 但是我覺得宇珍你剛剛突破盲場了 因為沒有一國兩制 韓國語拒絕一國兩制的原因是不好意思啊 直接一國一制啊 對啊 那是怎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汪洋這個中國政協主席 汪洋的口徑 九二共識 跟韓國語的九二共識 不謀而合嘛 是 因為我們正常在節目上面聽到聽到 我們聽到聽到朋友講說齁 習近平已經說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嘛 就是要統一嘛 就是一個中國嘛 那很多人就認為說韓市長後面又在補講九二共識 要以韓市長講的這個為主 那沒關係嘛 我們今年6月16日最新的消息就是 中共的政協主席汪洋也是講了 他要的九二共識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和平統一的目標 跟這個韓市長剛好不磨而合 而且今天這個是海峽論壇 海峽論壇 他主要去的我們台灣這邊去的 總共好像有兩三個縣市首帳有去 原本好像有六七個然後大概有四五個 就聽到的丟回去就對了 所以說是兩三個過 不過在之前這個汪洋也曾經有對台灣的媒體辦過一個類似的論壇 然後講的話其實都一樣 所以中國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只是變得是台灣的這些這個威力仕途的商人 或者是這種他們有可能已經被收買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是覺得蠻恐怖的 而且其中有一個最讓大家不慈的人 是誰是誰 這個人叫做什麼 他叫做黃志賢 黃志賢 黃志賢 欸好耳熟的人喔 是不是台南市長的妹妹 說到這個就尷尬 OK我們來介紹一下黃志賢 對喔 反正喔這個黃志賢 因為他之前在這個電視台上面 在這個香港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不斷的替中國說話 沒錯 然後就說香港這些人是什麼暴徒啊 他說香港年輕人上街是腦殘 然後就被香港網友灌爆了 然後罵翻了 很丟服台灣人的臉 不想承認不好意思 真的真的真的 你就去當中國人吧 拜託喔 好啦 他說他講什麼 他在這個海峽論壇裡面說什麼 他說台灣內部不分黨派皆主張維持現狀 他認為說這是一步一步走向邊緣化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中國卻是大步向前一日千里 一日千里是什麼大躍進嗎 黃志賢 他強調說兩岸統一是必然 而且直接說我們14億中國人絕不會讓台獨有任何意思的可能 他都說我們14億中國人是不是 所以他是中國人的意思嗎 對 他的意思就是他是中國人 那這個時候呢 他還說什麼這個 不能再讓分隔70年未統一的悲劇繼續下去 這是中華民族最大的痛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的後面的投影 還有做投影字幕還打上這個 讓兩岸統一讓我們一起創造民族復興的榮光 而且他這個好像是用這個簡體字啊 我們都說那個產體字就對了 這個是台灣的媒體人嗎 而且這個黃志賢講完這種話之後 他今天晚上依然會在這個中天以及中視 這些政論節目上跟台灣的民眾來見面 就是說這種中國直接控制他 而且要求他可以這樣替中國表態這種人 他竟然還在台灣的媒體上能夠存活 而且他還是節目主持人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耶 這個人太誇張了吧 這個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他應該是新櫃派的首領 新櫃派 對 你真的聽我們聽這種朋友說什麼就是新櫃派 我怕有這個新觀眾他不知道 新世代對中國下跪的一派 這個一個派系 新櫃派就對了 不是那個餅乾喔 聽眾朋友 有什麼話要這樣說 因為他後面還有就是針對香港的民眾 發起的反送中遊行 黃志賢還表示說 1997年港澳這個回歸中國 是 民主經濟國際地位大幅要盡 超過了這個英國知名的時代 他稱稱這個是事實 然後還說這個台灣媒體整天妖魔化 然後強調說一國兩制是人類 有史以來最獨特的設計 是中國對台灣最大的善意 想請問一下這個黃志賢女士 如果說照黃志賢她來講 她說一國兩制是有史以來最獨特的設計 是中國的善意 那為什麼昨天晚上香港有兩百萬人上街 抗議一國兩制 請問這兩百萬人是體會不到中國的善意 還是覺得中國的善意太超過了呢 這個我常常看這個通牌發言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他們是不是活在這個平行世界齁 這蠻誇張的 他到底在在 他到底就是 難怪有網友會說什麼 志賢你是不是忘記吃藥 而且他還說什麼 他最後還強調說 我們要和平統一 我們要一國兩制 然後最後還說這個 他這個到了中國的三十幾個城市 然後每個城市 他一落地就有同胞感 那你千萬不要飛回來喔 他說他都會這個 他說 當對 當這個中國的同胞呢 這些時髦的人們 他是這樣描述的 時髦的人們 用支付寶買水給他喝 他頓時感動的說不出話來 我其實不太覺得中國的水能喝啦 如果說他 有可能是喝多了你知道嗎 宇蓁 他是喝多了 然後才會感動的說不出話來 真的 因為以前有一陣子 都有新聞在說齁 是 中國有一個女網友 她每天都要喝珍珠奶茶 喔 Bubble Tea啊 okokok 因為在我們台灣 其實我知道有很多 聽眾朋友 其實都是每天喝一杯珍奶 是 那這個問題出在哪 這個中國的這個 這個女生喔 她每天喝一杯珍奶 然後後來就肚子劇烈疼痛 然後去看醫生 發現這些 不是 不是懷孕喔 懷了珍珠寶寶 不是啊 發現這些珍珠 都沒有消化 全部留在肚子裡 蛤 後面去查才發現說 其實中國有很多的珍珠 都是用這個肺輪胎做的 是 等一下 廢輪胎跟珍珠也差太遠了吧 這兩個完全扯不上關係 真的 所以 與其像這個 黃之前所說 什麼一國兩制 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獨特的設計 還不如說 中國的珍珠 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獨特的設計 欸真的欸 妳在台灣齁 妳不管是什麼塑化劑 還是什麼那種 那種廢的那種豬油 什麼地溝油 對對對 那個都已經算是很扯的東西了 結果在中國 竟然是一個 欸 輪胎耶 那一定做成珍珠 而且中國的輪胎有很多 廢輪胎有很多用處 我除了聽過這個珍珠 欸這個是中國自己報導的喔 不是 不是我們這個珠奇林在那裡 沒話說喔 除了這個珍珠之外還有什麼 口香糖 喔 口香糖 這個稍微有點像啦 好像也是不能 就是咀嚼不能吞的東西 不過也是蠻扯的 對 很恐怖欸 你可以想像你那個口香糖 我其實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我就再也不敢吃口香糖 而且你知道珍珠如果吃在肚子裡 最後會生出米其林寶寶 你知道嗎 米其林輪胎有沒有 喔 對欸 米其林寶寶 喔 我們今天又會臉笑欸 抱歉抱歉 替我們這個中國的朋友就是 替他們默哀啦喔 趕快推翻習近平吧 真的 你們值得更好的生活啦 但是你們要靠自己努力啊 我們台灣人只能收好台灣而已 中國要靠你們中國人民自己努力 真的 不是我們不幫你們啦 是真的 那是你們家你們要自己加油 真的 這個黃志賢說了這樣的話 讓我們台灣的網友 沒關係網友還是民眾 聽了我都覺得說 欸 你是在說什麼啊 不過齁你知道 除了黃志賢被罵之外 另外一個被罵最兇的人 其實是他哥哥 就是我們台南市長黃偉哲啦 對 因為這個黃偉哲的臉書 意外的引來網友的怒火齁 全部都跑到黃偉哲臉書去罵他說 欸市長啊 你可以勸勸你那個妹妹嗎 市長 請問你那個妹妹有沒有叛國 他是代表個人還是代表黨 如果他想要住在中國 就麻煩請他不要再回來了 還有這個更有趣的是選票威脅 市長你如果不去治好你妹妹齁 我們以後台南整個家族都不會投給你 那個意外的引爆這個台南市民的怒火齁 對啊我也沒辦法控制他 所以黃偉哲是這樣回答 他說雖然齁跟這個黃志賢是這個骨肉血痴啊 對 但是他在中國的言論齁他沒有辦法認同 然後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不一樣的 那他本人的政治立場從學運社運到政治改革 他已經用他的行動來證明 然後他最後也說這個他支持台灣的民主和香港民眾的立場 這點是和他的妹妹黃志賢不一樣的 然後說可以選擇的立場 他已經用行動證明 不能選擇的親情 黃志賢的部分 他尊重但不認同 我覺得這個黃偉哲市長 當然啊這邊幫市長平衡報導一下 就是說他的確在這個立場的選擇上 他的確用行動的證明說 他是真的是台灣本土這邊的沒有錯 但是在他的妹妹言論這邊 他當然不可能是直接跟他妹妹說 你不准發言齁 當然是太法西斯了啦 對啦對啦 而且在這裡要記住 就是說應該有很多這個年輕的聽眾朋友齁 或是說不關於是年輕的還是這個時段齁 你都有可能說 例如說你一輩子都絕對不可能投給韓國瑜 但是你身邊就是會有那種親戚朋友 他就覺得說韓國瑜好棒棒 他就是要投給韓國瑜 在這個情況之下 然後就有人來跟你講說 欸你們這個骨肉血清的 他投給韓國瑜你不用負責嗎 大概有點像是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對沒錯沒錯 不過還是 就是因為我會覺得說 市長至少他有出來表明他的立場 就是直接做一個切割 就說欸我跟你雖然是這個 這個兄妹啊 對兄妹啊 但是就是你的立場我並不支持 是是是沒有錯 好那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第一段先到這邊進個廣告 廣告後我們再回來 還有哪些台灣的政治人物 跑到中國海峽論壇去 休息一下 世俗都變 人生無雙 有的人是為著親情、思惑、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飛翔文 我們如果要睡之前 飛翔讓自己的完成在住 早上我們的心臟會更平靜 不用悔自己結縁 空氣三三三五、數二三三 從生完小孩抱著上下樓梯 現在走路變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紀大了齁 走路很不舒服 保養變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產品 讓你隨時更方便 選用來自純淨無污染的 紐西蘭奇蹟之背 親口一杯萃取物 現在葡萄糖胺MSM 關乎乳膏 特價優惠粥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或播0809-092-898 少年不養生 老了養醫生 男性朋友要選對保健用品 攝虎劍南瓜籽茄紅素 血成暢必定 使用南瓜籽茄紅素、蝦紅素 還有專利的血成萃取物 可可多酚 一次給你所有該有的保養成分 給男人幸福的人生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或播0809-092-898 阿樂 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令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 各種車種 包含旅車、轎車、休旅車、大巴、中巴、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喔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囉 商務接送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就叫全球租車 電話07-813-3402 813-3402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網 歡迎回來 子瑜生活234這部時間 我是朱祁林 張曉博 我也是朱祁林 呂宇珍 這一節要跟我們聽眾朋友繼續來報告 剛剛我們講到台灣的政論節目主持人 黃志賢跑去中國 然後大談兩岸一家親 然後他還很感動說 中國的人幫他用支付 買礦泉水給他喝 他很感動啦 這個志賢我有一卡通也可以買礦泉水給你喝啦 之前我跟你說 我們的愛河有抹茶拿鐵 有咖啡牛奶 什麼都有 魚汁金石巧克力 真的你來我們可以請你喝到飽 好不好 快點 哭又看 那這一節齁 我們還要繼續跟聽眾朋友分享 因為台灣真的是很多的政治人物 都在這個 這個台灣跟中國之間選擇了中國 那這一節要跟大家講的是誰呢 就是台中的立委 省智慧啊 這個 把智慧省下來 去中國這個賣台的省智慧啊 我剛剛是在介紹一個節能冰箱 省智慧 沒有啦不是省電那是省智慧啦 這個省智慧委員啊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啊 這個陸委會其實才剛在五月份的時候警告 禁止個人團體參加這種海峽論壇啊 因為它會涉及這種民主協商 還是探索一國兩制的活動 那結果才剛講完沒多久啦 這個已經有一些縣市首長 原地要去 沒辦法都縮回來嘛 但沒有想到這個台中市的立委 省智慧 還有台中市的議員 有一位叫李宗的 兩個都跑去參加這種活動喔 那在這個海峽論壇當中啊 這個省智慧委員 他不只代表他自己是立法委員的身份 他甚至本身也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結果他今年在這個會議論壇裡面 他用簡體制作為這個報道來演講 那演講甚至是他提到這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時候 他還講說他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那甚至他說啊 習近平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壯美藍圖 這是在拜拜的喔 你是去參加什麼生命研究協會嗎 這很厲害喔 那省智慧他這個東西當然是被人家爆料的啦 爆料他的人喔 其實就是這個王毅川先生喔 他就是桃園航空城的這個董事長王毅川 那我剛剛跟宇貞也在討論說 奇怪怎麼會是這個王毅川 桃園的航空城那個 其實我想說你頭上這件事你要啊就是王浩宇爆料啦 或者是其他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台灣的本土政黨來爆料 結果爆料人竟然是桃園航空城董事長王毅川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齁 不過當然也是跟大家介紹這個後續 這個桃園航空城董事長王毅川 踢爆這個省智慧跑去海峽論壇嘛 那用簡體制報告那甚至講一些不好聽的東西嘛 那這個省智慧當下他就非常的不爽 他就嚴正的否認說他有在海峽論壇公開支持一國兩制 那他就是直接在今天下午的時候在律師的陪同之下 就去控告這個王毅川說他加重迴謊 而且是個涉嫌違反選霸法啦 那省智慧也有表明他的立場 一公喔他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他也支持香港的反送中喔 那這就很奇怪啦你知道這個很羅生門啦 因為王毅川就講說省智慧有講支持一國兩制 但是省智慧就用律師去提告說我沒講 那這樣當然是羅生門 那王毅川這邊就回應說啊 你省智慧其實是為了轉移焦點才告我啦 台灣的司法並不是這麼好唬爛的喔 對而且就是王毅川他其實就有說 我記得中國海峽論壇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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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附和一國兩制一個中國這件事情 而且他其實就提出了這個六點的回應 喔蠻有趣的蠻有趣的 六點回應蠻好玩的啦 他第一個是說什麼 他說神智慧是學佛之人不可以說謊 我彌陀佛 第二點他說 神智慧今天的記者會 中國都有在關注 你的每一個字都會留下歷史記錄 就是說神智慧表明他反對一國兩制 然後支持反送中嘛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是說 最好的方法就是神智慧自己公佈 那個在中國播放的簡體字投影片 我賭他不敢公佈 對啊 你自清啊你就把它放出來 放送出來啊 大家 我相信你的這個聽到很明顯 有可能你的這些都會放你這個 你看我們神智慧是沒有這樣子的 是我們北屯區的這個選民一定都很想知道 神智慧到底去用簡體字報告了什麼 對然後第四點是什麼 他說神智慧在台灣說他不支持一國兩制 那我們晚點再來看中國政府怎麼回應 欸有趣喔 然後第五 剛好看到一個影片順便分享一下 他有分享這個就是 2014年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訪談的時候 神智慧有去迎接他啦 然後第六點是說 要不然你就去跟中國的媒體抗議澄清說你不支持一國兩制啊 我賭他不敢 欸這個這個蠻有意思的啦 就是現在現在反而是這個王毅川把球丟回來變成說神智慧現在進退為股了 你要嘛你就去自己澄清 你要嘛你就去跟中國的媒體 就是嚴正的反對說我並沒有這樣講 但是現在是反而是神智慧這邊卡住了 沒有辦法 因為他你完全就是不敢澄清你也不敢講什麼 對啦我們期待啦好不好 我們期待這個智慧委員的這個 智慧 對智慧委員的下一步 我是相信他應該就是這件事就不了了之啦 因為你要嘛你澄清你很尷尬啊 你澄清出來你反而接下來在中國站不住腳 你去反駁中國的媒體報導你也站不住腳 那你現在神智慧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跟你的選民交代 對啊 所以真的而且他不只代表他自己齁 他也代表了這個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而且他也代表了國民黨的中常委的身份 對啊你是中常委咧齁 不過你知道余正中常委這件事 還有比中常委更大咖的人也跑過去了 這個人就是國民黨的副主席兼秘書長的曾永泉先生 哇秘書長咧 因為他前一陣子差不多兩禮拜前前 他才為了要跟這個陸委會申請的事情 才在那邊開記者會在那邊講說 這個陸委會不讓我去啊 然後再炒新聞說什麼蔡英文有什麼好怕的 但是這個曾永泉先生不好意思 他還是跑去了這個海峽論壇 那也見了中國的政協主席汪洋 他在這個海峽論壇裡面就說話 雖然當前海峽兩岸交流情勢有些停滯 但是如果回顧自2005年聯湖會以來 當然就是當年這個聯戰偷偷的跑過去 跑去見這個胡錦濤 他說從回顧當年這個2005年聯湖會以來的兩岸關係 其實可以發現啊 但兩岸之間雖然說這個起起落落這個狀況 但是其實總能夠波雲見日 我其實同意這個說法 因為當年起起落落是因為他在陳水扁執政嘛 他的波雲見日其實就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兩岸就波雲見日了 是因為這個黨國的政商關係兩邊被作行李 這個中國國民黨要成為這種兩岸買半的時候波雲見日 那當然後來到蔡英文上任的時候 蔡英文就積極的去砍斷這種兩岸政商關係 所以他們現在又開始覺得烏雲造頂 看不到希望啊 那當然曾永泉就說啊 其中關鍵就在兩邊都能夠珍惜這個九二共識 特別是這個馬你看他講到 他說特別在馬英九執政的這個八年 因為九二共識成為兩岸穩定發展的這個主軸 也因此各個領域都能夠獲得豐碩的成果 有嗎 你覺得有豐碩的成果嗎 如果有的話為什麼要318 我覺得齁 那個時候是因為全世界人都在賺中國的錢 是 中國的市場全世界都覺得說 喔 可能可以這個讓整個全球的經濟都變好 欸 不過現在很主席的狀況就不是這樣 所以說那個時候有人賺到錢 其實是因為全國這個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之後嘛 然後全世界需要中國開放市場的時候 搭配那個蜂巢 並不是因為馬英九的執政有多厲害喔 對 而且其實最恐怖的情況是說 大家可能都因為說這個 啊 我們有辦法賺到中國的錢 但是在最近的這幾年來 就是西方民主國家 或者說我們在說這些經濟大國 開始慢慢發現說不對喔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他們再回去去查一些這個 過去的紀錄的時候才發現說 哇 中國原來透過這樣子的形式 不斷的放他們的間諜進到國家裡面 間諜 對 間諜 對 然後還有在這個稅金方面 這個有不公平的地方 因為他過去都認為說這個中國是開發中的國家 所以給予他很多這個稅金的優惠 投資的優惠 對 投資的優惠啊 稅金的優惠啊等等 後來到現在才發現說 哇 中國都利用這個一步一步 在這個不管是經濟絕疾也好 還是說利用這些 然後去讓他們放間諜到每個國家裡面 然後去偷取別人的智慧財產 後來才發現說哇 事情嚴重了 你剛剛講智慧財產 我看你以為你要講神智慧 沒有 智慧財產 OK 那當然曾永泉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可以特別跟聽眾朋友提一下 就是說齁 曾永泉在這個海峽論壇的發言裡面 他特別提到 他說 就當前的局勢而言啊 一方面全球的對立衝突升高 就是這個美中貿易戰 兩岸關係似乎暫時難以和緩啊 但是另一方面 隨著這個選舉白熱化 九二共識必然再度成為選戰焦點 然後要面臨各種考驗 所以他認為接下來這個半年裡面 國共兩黨而言都需要積極的面對 但是我覺得宇正他這句話 其實就是在做所謂的議題設定 因為在美中貿易戰之下 大家都知道接下來的這個局勢 怎麼會是以九二共識為選戰焦點呢 接下來的局勢 我們作為一個台灣人 在美中貿易戰這種高風險的狀況 我們應該是以怎麼遠離中國這個戰場為焦點啊 跟九二共識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當大家都沒有在討論這種國民黨在意的議題的時候 他就會突然冒出來跟你說 欸這個很重要這個很重要 對應該說顧左右而言他啦 就是想辦法轉移焦點 這真的是國民黨的一個議程設定厲害的地方 與其說是國民黨不如說是共產黨 因為我們都知道會講這些話的人 在後面其實就是中國嘛 是是是 所以說這個 我也覺得說這些人他們都是拿了中國的好處 或者是說他知道這麼做 未來他可能中國會給他個什麼 比如說官啊 錢啊 有生意的管道啊 對所以說我認為說這些人其實就是代官啊 就是有點像間諜 然後這個中共的代理人啊 是 因為我們你都沒有公佈你的財產 我怎麼知道你有多少錢是跟中國有來往 對 那你一旦錢跟中國有來往 你說出來的話當然就會站在中國的利益上 而不是站在我們台灣的利益上 是 所以這種時候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新的法律來 能夠鉛制然後制衡這些台監 對 所以我知道是說台灣基金有在推薦這個 戶台房中的反統戰法啦 那裡面就有包含一個新法跟六項修法 然後在今天 早上喔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的時候 好像這個民進黨的立委已經有接收到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出來開一場記者會 是 就是這個民進黨的油美女委員 余婉如委員 林靜宜委員 王定宇委員 還有羅智正委員 今天在這個立法院共同來召開所謂的 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的這個記者會 那這個記者會其實就是由這個台灣基金這邊 來去翻譯這個美國的這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案 然後翻譯之後呢 到這個立法院這邊來進行法案的遊說 那由我剛剛提到的這幾位委員來共同發起這個修法的這個公聽會的制度 因為這不是說這個台灣基金說怎樣就怎樣 他一定需要一個社會廣泛的討論 還有所有專家的這個討論 所以今天在這個記者會裡面齁 今天真的是看到所謂的第三勢力的小黨跟這個主要在立法院裡面的這個立委 那共同來合作來推動這個東西 其實看到蠻感動的啦 真的 應該是說齁 我真的覺得在明年的大選 真的是 可以說是台灣最後一次啊 如果說我們都選到韓國瑜或是郭台銘這個 我們明明知道他們後面是中國 我會說他們有這個近九層的財產在中國的時候 是 如果投下去你就會覺得說 哇我們未來有可能變成是中國人 在這個前提之下一定是要想辦法讓這個台派這邊都可以互相 對互相去 我們可以說是團結也好 或者是說像這個我覺得是督促啊 就雖然這個台灣經濟沒有喜次 但是沒有關係 至少我們可以翻譯這些法案 我們可以送草案進去 我們互相合作嘛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法案 因為外國代理人齁 過去也還曾經有一個目前是立委啦 然後也是這個第三勢力小黨裡面的某一位立委 他還說說過這個外國代理人制度沒有用 喔對對對對對 那如果既然沒有用 那美國幹嘛一直使用 美國還因為這樣抓到了一個中國安插在美國的間諜 叫做林茵啊 是是是 他就是每年都放很多這個中國的中國人的偷竊的東西出去 沒錯 因為他是負責這個國安機運 機場海關啊 對 讓很多這個中國的間諜 他們的行李不用經過X光掃描 就出國了 對啊欸很恐怖欸 你可以想像說台灣的問題一定更嚴重 是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其實有很多這種在地的協力者 沒錯 不管是個人啊 團體啊 比如說這個白郎啊 是 還有誰 秉中啊 王秉中 對對對 還有選上議員的喔 對還有什麼政黨啊 統戰機構等等啊 如果一旦這個法案通過 你這些人就會 你就必須被貪在陽光下 被大家檢視 是 所以說到這個記者會喔 其實這個台灣基金的黨主席陳毅齊 然後他就來講說齁 首先他非常感謝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願意協助推動這個相關的法案 因為這個台灣基金大家都知道說 他現在在立法院裡面沒有這個席次嘛 所以他們來做的是 他們覺得重要的事情就是 三月份的時候他們完成澳洲的所謂 反外國勢力干預法的法案的翻譯 那四月份的時候也完成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 這種台灣版的草案 那兩個雙雙都邀請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那進行遊說之後請他們來推動啦 那他主要是講說齁 這種降低中國干預的立法能夠起來的話 其實也會強化台灣對於中國的這種危機意識 因為這真的是很多台灣人沒有認為這個東西有問題 是 那可是如果真的立法院有人在推動 體制內有人推動 那體制外我們也知道說這個台灣基金 這幾個月以來都在這個台灣的各個大街小巷 捷運站啊還是什麼公園的地方進行這種街口宣講 其實他就是一種體制內跟體制外的合作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也能夠有效的提升台灣民眾的這種危機意識 這是很重要 是 另外這個立法委員這個林靜宜啊 他其實有在他的臉書上面指出 他說現在的草案是參考美國跟澳洲 但是很悲哀的是說台灣還灌有這個中國的國民黨在 心向著中國的國民黨 所以台灣要像美國跟澳洲這樣子這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很明確來區分說誰是外國誰是外國人 然後代表哪些國家或是外國勢力的表示是很不容易的 就像這個他有提到海峽論壇的情況 他說他們去中國的這些縣市首長跟民意代表 領的不是台灣人民的納稅錢嗎 那他們要他們如何被定義為外國代理人 是否可以在這個代理人法案裡面明確的指出他代表境外政治勢力的介入 然後他後面有說這個是他們這個民進黨跟激進黨的夥伴 在修法的時候一定要討論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還蠻重要的 那這些立委接下來他這個記者會之後 還會有接下來所謂的公聽會 那就是我們再拭目以待 那接下來的公聽會裡面廣納各方的意見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說希望台灣能夠盡快的有自己的這種外國代理人的登記制度 然後逼這些妖魔鬼怪現行 那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後我們再回來 來 你是官老街頭會造成南城天靈不足 暗時下班也沒辦法照顧水母的家庭幸福 造成南城風洞的威爾港也是因為他發展利潤來三星 你看一旦新品 TOP通有力全新商品讓你日時暗時都有力 買一送一只要2980元 今天加碼一千再送一家 頂告成功馬上很千三百元 只有30個名字的機會 我們在看金白鴨 空白空空三九九五九九 淋八零零三九九五九九 你在喝什麼飲料啊這麼津津有味的 什麼你不知道最近最夯的手搖飲料店 推出以國產特色好茶搭配台灣在地鳳梨等水果 調製而成的新飲品嗎 其中還包括了新鮮好喝的凍飲調茶呢 很特別呢通通都是國產原料做的喔 你來你來趕快試試看 哇有夠好喝的啦 今年夏天就等這一杯啊 欸你不是有朋友開飲料店嗎 可以報名參加農苗署舉辦的 國產農產品手搖飲料比賽 分別有種夏鳳梨香醇好茶 與豆香幸福三組 4月30號前向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報名 報名電話02-2356-7417 02-2356-7417 獎項很優喔 讚讚讚這也符合吃在必食當季 追求天然跟健康的消費趨勢 我一定叫他去參加 國產農產品手搖飲料比賽 鼓勵業者以國產鳳梨茶葉大豆為原料 開發具有創意特色的手搖飲料 同時提供消費者可以享受到 新鮮安全又安心的國產優質水果和茶 以及豆奶飲料 以上是農糧署廣告 既然是農糧署廣告 對於我們把美女的唱歌 充滿有創意特色的感應 既然是農糧署廣告 定语以及罗智政委员共同召开 那当然他们推送的就是 由台湾基金来翻译的 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的台湾版草案 那算是一个第三势力小党 以及这个执政党共同合作 来推动的一个草案的这个记者会 那在这个里面其实也跟大家讲说 就是说这个外国代理人 这个事情在台湾 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案 可以让他们现行 虽然大家一直在买 也说旺中旺中啊或中天中天啊那啊那 但是我们真的是拿他们没辙哦 真的而且这个外国代理人 他的确也是要来处理这个问题啊 就像林静颖委员他其实有提到嘛 他就说这个敌对国家或是外国的威胁 对于这个一国的政治民主都是有危害的 他当然也非常肯定也很感谢 基金党的朋友提出法案来跟民进党合作 至少而且希望至少要标出 台湾内部有哪些组织 哪些企业然后跟哪些行为 是这个made in China 超级多的啦 因为Divigo 他们美国的这个外国代理人制度 前一阵子就是他们指定了中国 在美国的一些媒体说 你就是外国代理人 你要跟我提报 你的这些这个财务资金的来源 你内部有哪些人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你必须要跟我举证提报 结果在这个美国一下令说 你必须要跟我提报的时候 结果这一个电视台的这些高层 哇一瞬间全部离开 绕跑 跑光光 厉害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要来解决 这些统媒的问题 当然我是认为说 民众们这个反统媒 然后上街游行 这件事情是表达对统媒的不满 这件事情可以做 但是我其实有时候 也没有办法想清楚说 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然后不赶快来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一直叫民众上街游行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投票给你嘛 就是要你在李欢迎里面提案嘛 我给你做三年了嘛 三年都没有提案 现在才突然说我要办邮行 其实有点不太懂 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素人要办的话 好啦那就算了 但是你我不知道李欢迎完 跑去邮行要冲啊 对就是 他可能会说 都没有人要理他要改的法案 没关系 我们可以 大家一起来支持这样子 外国代理人法案 你不要这个一年前的时候说这样做是什么干预媒体自由 然后前阵子又说这个外国代理人法没有用 但是现在又跳出来说你要反同媒 我们真的要用法律来这个规范这些人的行为 我们要清楚把他们定义出来 把他们抓出来 我们才有办法去防范啊 没有错 那当然这个林静宇委员他在他的脸书文章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啦 他说在这个前一段时间NCC他公布了去年年底选举的时候 各家电视台不同候选人报导的比例 我们也在这个楼里面有说到嘛 记得陈其迈跟韩国瑜报导的比例 竟然韩国瑜高出陈其迈30倍 对 这真的非常夸张啦 所以说这个在这些电视台我们用法律去证明 他是外国代理人之前其实这些电视台还是叫做台湾的电视台 虽然真的是拿他们没辙啦 可是如果以NCC这种手动 你选举后都过半年啊 你才宣布那也太慢了吧 所以说这个有一个讲法 这个林静宇委员这边蛮幽默 他说有一种想法是说恐龙因为神经传导太慢而灭亡 所以NCC可能也是这个状态 所以说他说在兼顾言论自由以及民主体制之下 因为之前当然有这个其他小党的立委讲说 这个如果用国安法去控制这个媒体是违反严理 什么干预第四权啊 什么什么啊 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同一个委员后来自己提案就可以了 OK那在这个林静宇委员就说啊 兼顾言论自由以及民主体制之下 如果能如何能用新的法律来保护台湾的民主安全 同时也用现行的制度来做一些处理 现在是他们立法院这些委员的重要任务 那他也要强调台湾的民众需要对于政治人物要观其眼听其行 那多少人一再的哄骗已经到了赤裸裸的地步了 那民众还在帮这些人讲话 说中国国民党这个台北市的副市长记得邓家基 因为以后柯文哲拍期记得参加海峡论坛嘛 因为有些这个柯粉他们会说 他们只不过去听一听而已也没有这么严重啊 那林静怡是看不下去啦 她说你们怎么要帮他们讲话讲到这种地步呢 这些人正在侵持台湾的民主 真的 因为他在高雄文化中心有这个香港的学生发起反送中嘛 就是全台湾联署外国 这个国际上面共同来联署发起 那他其实在最后 因为台湾联署有拍一个影片 去访问这些香港的朋友啊 他在最后的时候用一个哽咽的话说 他就说 就是请台湾人明年选举的时候 这个要把你们的票 就是请你们认清楚 要把票投给 不会亲手把台湾卖给中国的候选人 这个这个蛮重要的啊 就是说 我感觉香港人如果是在台湾 他在看台湾的民主的时候 准备那位刚才说 诶 你可以投票 那都欧白投啊 我们是想要投 不然我们是想要投没办法投耶 你们是可以投的乱投耶 嗯 我觉得最 很荒谬 最过分的当然还是中国国民党这些这个政治人物啦 然后第二过分的当然也是这些这个中天啊 旺中啊 有些媒体啊等等的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用洗脑的方式 你想想看 如果是有人喔 整天有差不多10点前好了 都在看中天 你就会完全被洗脑过去 所以各位他 donations 你家里面疏 如果这个父母 他们是看中天的 这个找个机会 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把他锁起来 对对对 现在电视都有那个亲子频到锁 啊真的是亲子啊 这我以为第一次是儿子锁爸爸 哈哈 以前都是爸爸在尊 nothing 暂时照了 就让他们看那些别的提及 那这些特别的频道 是 那现在是亲子锁 是儿子要 不要让爸爸看到特别的频道 这当然是对家里面这个可以做的事情 那另外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就可以上网去找这个护台防装反统战法 去上面连锁 因为连锁的名义越多 就是立法委员感受到压力就越大 当然我们目前已经看到很多明镜东家的礼物 这个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但是更多的名义可以加快这个的速度 可以让他提早进入一读二读三读 那至少在明年之前 我们就拉起到防线了 真的我就觉得啦 这个速度真的要快 这个拉起防线 包含现在民进党在提这个立法立案 其实我们都是在跟中国赛跑 大家不要想说 啊台湾现在有这个法律 好像可以稍微安心了 错错错错错 而且有可能它不是发生在台湾本地哦 因为我刚讲说我们跟中国赛跑 原因就是今天一个新闻 中国今年起实施报税的新智 然后这个报税不是毛起来睡觉 这个报税是 这个我们报税啊 报税新智 哎中国真的很厉害 连报税都可以搞统战 怎么讲呢 因为他说今年的报税新智 台湾人可以选择这个新的这种专科的 附加扣除的这种选项 但是大家想说听到扣除很开心嘛 结果不好意思啊 中国要让你扣除的话 它其实是为了借机掌握超过400万的台湾民众资料 因为根据这个媒体报道 有一名在中国近10年的这种台干 一共啊 这种专业扣除的这个制度 连你不在中国的父母 你的小孩都可以申报扣除 哇塞 你不在中国 但是你竟然可以报到中国那边去扣税 但是不好意思 你必须要填写非常详细的资料 如果依据100万在中国经常居住的台商啊 他这个台干有来做统计啊 中国至少可以掌握更 除了你之外另外4个人的详细资料 那如果台商100万 他等于可以再多掌握400万台商家属的这种详细资料 那如果我们再用台湾1900万的投票人口去算好了 扣除子女无法投票的话 一户有三人可以投票嘛 那多三个300万统计资料 也就是说中国透过这种新的报税制度 他可以多掌握台湾16%投票人口的资料 那就是像你们爸爸去中国做生理 结果中国近年有你的资料 没名其妙我都没过啊 真的 而且他可以掌控你的户籍身份 等等这么详细的内容 因为就有这个台杆就有指数 他说过去中国的税法 可扣除的 大部分都一定要在中国居住 或者是在那儿拆除 不过新的法案就是 附加的就是说 从来没去过中国 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只需要申请台胞证 然后有号码就可以 等于是在中国工作的台商 跟台杆的家庭关系 就会变得一清二楚 然后这个台杆也表示 他说这个扣除而填写资料 仔细到让人家觉得害怕 比如说你的房屋贷款 合约的编号 然后你的子女的台胞证的编号 就读的地区跟学校 然后教育开始跟中止的时间 然后还有这个 你本人继续教育需要填的 这个技能的证书的类型 比如说你去科 下面这个什么公共安全乙级 公共安全甲级 你也要报上去 然后因为中国报税的负担比台湾重 然后扣除了也相当多 所以有很多台杆虽然有疑虑 但是你知道 吃人头肉 就反正就多扣一笔四一笔嘛 对 可是我们 哇 你就变成说你无所遁形 是 你的你的是大 你的是谁 你的亲家朋友 这个 全部都进去了 没有错 而且这个 我觉得还蛮扯的 是说我刚刚不是讲说 台湾这边的这种反统战立法 在跟中国赛跑 因为这个报税制度 在2020 在今年2019 是这个可选用 它到2022的时候 是强制使用 所以就是说 我们真的在跟中国赛跑 这套新的制度 你姐爸爸在那做行李 妈妈在那做行李 你全家人的名字 都有可能被写进去 这个东西到2022年的时候 是强制的 对 而且你的那有可能 那个他讨质 譬如说他讨大 因为陈大是这一次香港事件发生的时候 第一个跳出来 包括他们的学务长还有这个副校长 都有出来表明说他们就是反对这个送中条例 没错没错 你有可能你的子女填上去的时候说他是在陈大 他就会锁定你的子女 很恐怖 他可能会跟你说 哎呦 听说你女儿在陈大 听说最近陈大是怎么很台独啊 他后一步是不是会说 我知道你的死者是在陈大就读的哦 他会跟你女儿和你女儿说 他不能去参加那些 不然你可能就会有危险 他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因此而威胁你啊 嗯嗯嗯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在跟中国赛跑的过程 真的需要各位 我们快乐电台这个是全台联播嘛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全台的这个听众朋友 如果是有听到这个东西 知道说中国人 他通正的东西跟我们真的赛跑的过程 我们绝对不能输啦 是 这个输人不输定啦 这个起跑线 我们有中国国民党 我们已经先输了 至少到终点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输嘛好不好 真的 嗯嗯 所以说真的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全台湾这个台湾基金在做这个路战 街头宣讲 大家可以到现场给他们支持鼓励之外 那创商也有这种线上联署也可以来做 包括你的选区如果是有民进党的这个理议议员 他们也要 这个我们作为一个选民也是要把他们督促 把他们鼓励啊对不对 对啊 如果是看到这样的消息 可以在网路上多多散步啦 嗯嗯嗯 那你的选区如果是说 我刚才减说一下 如果是有国民党的议员跟理议议议员 你可以拖势好吗 是啊你去市场的时候 你遇到那个 那个 你常常跟他买的这个老闆你就会这样说 你知道吗 中国很恐怖耶 对 因为过年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对他来嘛 对啊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真的突破我们同温层 对啊 去当那个俄语部队 为了守护我们的台湾 是 OK啊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节目先告一段尾声 谢谢听众朋友的分享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子余生活二三四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